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市累计下跌1.5% 收盘大约收在6470点 距离上个星期的最高价6770点 足足跌了大约300点之多 中国方面的下跌没有澳洲这么多 大约跌幅为1.4%左右 上海和深圳基本上都维持在1.4%的下跌 那么在欧美方面 英法德跌幅较小 最少的跌0.1% 最多的跌0.7% 美国方面三大指数在经历三天的下跌之后 昨天终于是出现了反弹 道琼斯 纳斯达克和标普大盘分别上涨 大约是1.2%至1.5% 在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目前 依然维持在高位1475左右 另外 数字货币比特币价格 也是在11300美元附近 油价则因为担心世界经济放缓而进一步下跌 目前一桶石油报价 美国油大约是53美元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在昨天世界股市下跌 其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就是美国将中国列为了汇率操纵国 但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我们今天不妨跟大家来说一下 刚才我们说到呢 这不仅仅是澳大利亚 包括了中国 包括了其他地区 在过去的几天下跌都非常之大 其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在人民币和美元汇率破7之后 美国指控中国 并把中国列为了汇率操纵国 其实我觉得这个指控是非常搞笑的 因为实际上的真实情况 是和现象刚好相反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汇率的走势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货币 其价值多少是由这个国家的经济来决定 比如说在过去两年 美国的经济走势比较好 因此美元对其他货币的走势 普遍是处于一个上涨趋势 就举例以我们澳大利亚为例 澳大利亚是货币是自由兑换 但是在过去的两年 澳元对美元的汇率 整整是下跌了16% 其背后的原因也是因为 对两国的经济差距正在不断拉大 所导致的 所以同样的原因 我们如果来看中国和美国的话 虽然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增速 依然是在百分之六点几 但实际的情况和美国相比 美国的经济增速或者强劲指数 的确是要高于中国 因此从经济层面上来说 中美两国在过去两年的差距还在拉大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人民币和美元依然是保持在1比7以内 实际上就说明了什么呢 就说明在人民币在过去两年中 没有和其他货币 比如说英镑 比如说澳元一样 和美元出现下跌 那这实际上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 首先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民币本身是应该下跌 而不跌的情况之下 其实中国需要付出大量的外汇储备 来购买人民币 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年 中国的外汇储备也从4万多亿 最低是降到了3万1000亿美元 第二点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其实人民币在过去10年的总发行量 如果换算成美元来说的话 对比美元在美国的总发行量 实际上要超出了4倍之多 因此我们是以简单的一个商品的供求关系来看的话 中国人民币的这个产品在市场上 对比美元这个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数量 是要高出了4倍 那么高出了4倍之后 价值居然还能维持相对稳定 你说这背后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所以说美国指控中国人民币破了期为货币操纵国 实际上是很可笑的 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年 中国是为了维护住人民币不破期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中国这边是吃了很大的亏 美国是占了很大的便宜 现在我们看到上个星期 特朗普是贸然实施10%的加税之后 中国说你这么不给面子 说话的事情不做到 好我们也不管了 所以实际上他并不是说是汇率操纵国 而是简单的我不管了 人民币就破了期 美国那边实际上说 中国是人民币汇率操纵国 而事实上恰恰相反的是 我觉得过去几年 中国努力在保持人民币在期以内 现在是我不管人民币破了期 相对来说现在的操作 反而应该是不是操纵国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现象和本质 它是相反的 所以大家在判断事务的时候 一定要透过现象来看本质 今天再聊第二个话题 就是有关澳洲降息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昨天 澳联储召开了每月一次的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 并没有连续第三个月出现降息 澳洲在6月和7月分别 在连续两个月对澳元进行了降息 目的也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能够拉动经济 恢复目前下滑的楼市 以及推动消费的增长 那么从过去一个月三大指标来看 目前就业数据依然是低于了预期 目标给出的是4.5%的失业率 但是现在的数据是5.2% 唯一比较好的就是通货膨胀数据 但其原因也是因为在5月和6月时候 油价的上涨所导致的 所以现在的油价 我们看到国际市场油价又重回53美元 那么意味着未来两三周之后 油价将会有大幅的下跌 那么我们预计从现在到今年年底之前 澳洲央行不会再动第三次手 其原因也是为了要需要时间来查看一下 连续两次降息之后 对澳洲经济所带来的影响 如果影响好 数据正在改善 也许到圣诞节之前就不降息了 不降息了 但是如果数据继续在恶化 没有好转 那毫无疑问的是 在11月或12月将会有第三次降息 那么以12个月的时间来看的话 从今年的6月到明年的6月 目前大家预测至少是降三次 多的有可能会降四次利息 那么第三次利息 重点我们将会看 从8月到11月这三个月中 所带来的经济 就业和物价指数的变化 以上就是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带来的内容 那么在下个星期天 我们将会在东区Glanweberley 为大家带来第三季度第一场股票 以及其他投资方面的讲座 届时我们将会邀请 墨尔本华人界较为出名的装修团队 为大家详细介绍 在目前地产反弹的背景之下 我们如何通过买投资房 翻新卖出来取得获利的案子 欢迎大家到时参加 报名电话是8658-0602和8658-0603 时间地点就是下个星期天 上午11点30至1点 地点是在Novatel Glanweberley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订阅